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左手把线搭好 我们开始勾变子针 勾针绕住线 拉过来 这就是一针 非常简单 我们起针的规律是18的倍数加上13针 今天我们起49针 我们继续起针 勾好49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起好了49针 那么起好针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第49针的这个变子针针眼上方 勾出三个变子针 一 二 三 也就是说呢 三个变子针算作是一个长针来使用 出自于第49针 相当于它占据了第49针的这个针眼 接下来呢 我们在第48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对应勾上一个长针 我们看一下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住线 然后呢 从第48针的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拉到和三个变子针同等的高度 然后呢 我们用勾针勾住线 把前面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长针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前面的每一个变子针针眼里面穿针 都对应勾上一个长针 那么算上我们最开始的三个变子针呢 总共是勾49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继续勾长针 先把前面两个线圈并针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针 就这样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对应勾上长针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个第一行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一行的这一整行的长针 就勾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二行 第二行呢 还是勾一整行的长针 首先呢 我们勾三个变子针 它算作是一个长针来使用 相当于是从下面的这个长针针眼里面出来的 然后我们这样翻转过来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长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对应勾上长针就可以了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都对应勾上一个长针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把第二行勾好 一整行的长针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二行这一整行就勾过来了 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针 一定要把这个三个变子针上面呢 也对应勾上一个长针 因为它占据了一个针眼的位置 这一针千万不要忘记 把线勾住 拉过来 我们先并一次针就可以了 因为第三行呢 我们要加入绿色线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提前带入绿色线 大家看一下 直接把这个绿色线这样勾住 带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勾一个变子针 因为第三行呢 我们是勾一整行的短针 然后呢 我们这样翻转过来 我们把这个绿色线和这个白色线 这样给它拧一下 然后呢 我们开始勾第三行 那么这个一个变子针呢 不算作是一针 我们直接从第一个长针针眼的位置穿针 对应勾上第一个短针 穿针 然后勾针勾住线 拉过来 直接并针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个短针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针勾住线 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是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就按这个方法把这一整行全部勾好 勾一整行的短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短针的最后一针呢 一定要勾在这个三个辫子针上面 它算作是一针的 勾上一个短针 我们这个第三行才算正式结束 接下来勾一个辫子针 翻转过来 我们先勾好六个短针 第一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那么勾好这六个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勾这个三叶草的花形了 我们在第七个短针针牙的位置穿针 我们直挑这个后半针这个单层线圈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穿针过来 把线勾住拉过来 先勾一个引拔针 直接这样带过来 然后呢勾七个辫子针 勾好之后呢 还从这个后半针的这个针牙的位置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针 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两个七针的辫子针 第二个 好 勾好之后呢 还是从这个地方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连接一下 勾好两个了 然后呢再勾第三个 勾好之后呢 我们连接一下 好了勾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样给它转过来 在第一个七针辫子针的这个地方 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先勾一个引拔针 过渡过来 然后呢我们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我们在这七个辫子针上面开始穿针 勾这个花形的部分 先勾好一个短针 接下来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住线 然后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把这三个线圈并针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 比长针少并一次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三个长针 第一针长针 第二针长针 然后第三针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勾三个辫子针 一二三 然后呢连接一下 勾一个引拔针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半个花瓣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重复的勾这个过程 倒倒勾回去 先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勾三个长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最后呢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完整的花瓣就完成了 类似于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线呢 过渡到这个第二个 七针辫子针的这个地方 先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过渡过来 然后一个辫子针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然后三个长针 就是重复第一个花瓣的勾法 然后三个辫子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好一半就完成了 接着往后面勾三个辫子针 然后三个长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第二个花瓣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第三个花瓣勾好 先勾有引拔针 过渡过来 一个辫子针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过程都是一样的 三个辫子针 让我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一下 接下来再把另外一半勾好 好了大家看一下 把这三个叶子勾好之后呢 我们挑起第七个短针 针眼的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然后呢把线勾住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勾有引拔针连接一下 然后呢再勾七个辫子针 这是花瓣的部分 那么我们找一下连接的地方 我们是在这个第七针的 这个位置勾出的这个三叶草 我们这样对应下来 找到第一行 对应的这个长针 然后呢 跳过第六针 从第五针的位置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样横着挑起来 横着挑起来 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带到后面线圈 这样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七针上面呢 再对应勾上七个短针 这是我们花镜的部分 勾好这七个短针之后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在这个第一个叶子 和第三个叶子中间的这个地方连接一下 勾一个引拔针 这样勾有引拔针连接好就行了 我们第一个三叶草就完整地勾好了 大家看一下 下面是花镜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给了一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返针的地方远 这款电子 在这个地方远